过了 我的脸 哇塞 他的衣服真的好脏啊 吃饭了吗 怎么过 今天想带大家去一对 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的家里去参观一下 他们家是住在这种城中村建的房子里面 但他们是买的 就是这一位 他叫阿娘 无聊 这种就是属于城中村建的那种房子是吧 地皮是博山人的 然后外地人买了一套 买了地皮 然后他就建了 然后就把它卖了 没有房厂镇的吗 小厂有镇 哦有镇是小厂权 对 第一楼啊 好奇怪就行了呀 终于到了 现在就住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对吧 这上面就住两个人 下面就下面住 下面那层也是属于 他必须买他那一家的 哇塞有个大露台可以种花 种菜 看我老公搞成这样子 好丹啊 还好啊 洗手间调节热水吗 我就羡慕你们有这些热水器的 不像我还需要用热的快 这是我们传统中国家庭的洗手间 笑无聊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种了 这是结婚的时候 啊结婚的时候洗的 对啊 持假的阿娘 接下来一周是不回来了 哦你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上班 在广州 然后星期六天才回来 明明有煤气炉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电磁炉啊 因为我喜欢用煤气 我以为老公喜欢用电磁炉 哎呦我说你们很好啊 夫妻俩都会做饭 没有 他在的话我不是叫他做的 我不做 早上六点半不到第二期来干够炒菜了 煮早餐了 大早上就炒菜啊 因为我中午在公司吃饭的呀 哦带饭盒 你这些柜子都是自己做的吧 对啊 空空如也看来一定是个新房 看得出你很少在家呀 自己做自己装是吧 对啊 然后呢这些柜子是自己用的 哦这个 这个就是反而我们自己拿来贴了东西 这个不是厕所用的是吧 不是 我是带来炒菜的时候 因为经常常常说饭 经常就说炒的话会有油烟啊 不然我就带这个字呀 这柜子是自己做的 嗯 你现在穿这个鞋是要干嘛 洗衣服 手洗的为什么不用洗衣服呢 就只有一套衣服呀 哦确实 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说我不帮他洗了 我就直接留给他自己洗的了 那为什么我来了你就要给你老公洗衣服呢 因为我又还不走嘛 又直接就帮他顺便洗了呗 那我就帮他洗 他晚上也是住回来了呀 那他明天明天我带他去逛街 逛了就看他有没有衣服要买 我不带他去他都不去逛街了 但是没有路面衣服穿 然后昨天 过了 我都别忘了 他的衣服真的好脏啊 做什么的 他做 他啥子干的 这带档口呢 是要帮忙发货呀 就买东西发货 买发货 啥子要干的 他说的档口是做什么的 做物理的呀 林玛里还有一个洗手间耶 有啊 这个能用吗 没有 没用过呀 这里还有个马桶 有啊 他们说本身是这个 要装这个马桶的是吗 不是啊 因为某的时候他们本身要装的 哪知道不能装啊 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是吧 对呀 你们这个房子其实买了多少钱啊 总共 就包装修 这里30万 大概有多少平方 有100多平方 包括阳台 包括这个阳台 他买的时候就没有刷墙的便水 这些店都是自己装的 这种小厂全房 它是除了 其实自住就没问题 但是还能再交一人买卖吗 他实际上的交易哦 找厂全就是便宜哈 是便宜 但是保障的 你就说人家就是要回收的话 那你又不知道他怎么 就可能就没有什么 就不像是说他们赔的话 可以都赔 如果你们真的干嘛的话 今天要办什么证件都找他的话 很麻烦啊 因为我想把那个居住证 想办在这里嘛 这里有这个这个房厂证 有的话就可以办这个居住证 这样子的话算有没有户口啊 小孩子读书怎么办 有居住证的话 就算你有居住证 就是你也要 这样像跟广州一样要抽签嘛 但是本地如果是他鞋位不够的话 那肯定是给不到你的啦 因为他们本地说鞋生没有那么多话 你刚好要在这里读 那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他们是要有居住证 那个那个 室保之类的 好像 过户的话要所有户主同意 所有户主到场 我现在要把那个户主名过户到学哪个 这样子一间一间不能分开过 只能一栋过户一个人啊 对啊 整栋楼就有 只有一个户主了呀 那就只有一本证啊 一本证所有人共用到办什么事不是很麻烦 所以你们买一般是整栋楼的话 有人多可以睡啊 就起码还必须一个四个人 那以后有孩子也可以睡啊 对啊 这里就两房一厅 对啊 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刚结婚不久 所以说贴这个喜字 我想我想一般这个喜字会贴多久 你们是结婚了一年不到 所以没撕他要撕都可以撕了 没有规定多久是吧 对啊 我老婆就不撕了 所以把它撕了 像我老婆说要收 这个梳妆台也是你老公自己给你做的吗 买了 我买的 太小了 然后质量也不好 哦 还有个红伞 是不是结婚用的时候 或者我出家那天用的呀 对 我们这里有个习俗 要打伞出门啊 新郎迎接新娘的时候 要给新娘打伞的是吧 对啊 为什么 还不得 还不得风俗 我这算也是结婚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的 什么都要红色的是吧 对啊 这一个贵的是给你做的吧 自己做的呀 我老婆做的啊 哇 好厉害哦 这花了多少钱啊 自己做的话就只是买材料 然后人工是自己嘛 对啊 几千块钱把钱都加起来 那如果是找人做要多少钱 应该可能要一万一万块钱可能高 这一看就是个新的冰箱 结婚的时候 买的 冰箱是我姐出钱的 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有什么 这些全是无果干 刚刚说怎么那么多包这些东西 怎么样的呀 变麦米 黑米 鱼糯米 还有个 八宝米 他没菜说明你不在这吃饭 我都说我一个星期 我都没有在这里吃过饭哦 我老婆有一段时间八成斤 联系买了好多肉 自己弄的啊 酱油还是加了什么香料腌着 又腌了以下都过完了 就成定的出量干了 然后这可以保存很久嘛 饺子 是什么 也是来的 那一般猪耳朵吧 不是那个猪皮 怎么吃啊 那应该是拿来炒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没有 很不错 很干净 这里面有人吗 没有 这是你小叔家了 在你楼下 没人住 对啊 你看都一层灰 感觉好久没人住啊 半年了吧 半年没人住啊 对啊 因为他这里都没人住 然后呢 又一直没人搞厉害 很厉害啊 厕所 哦 一样跟你们 他们这边的格局 比你们上面好一点哈 对啊 因为他这里就是四方一天 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外面就是养害了 他这边灰的啥都没做了 就买了床家具而已 他这一个有多少平方啊 你那上面都一百多平 他下面一样的呀 多了你那个露台 所以感觉又大很多 可是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上面是两房一天 这里是四房一天啊 他把那个格局做的不一样了 那他有没有阳台呢 有 其实这样好像好一点 我觉得 但是搞一身好恐怖一点 嗯 这里是三十五万 你在这里住以后 你就是跟家风家谱一起住了 但我选着 我可能不选着跟家风家谱一起住了 你上面两房一天啊 你怎么早也不会说再跟家风家谱一起住了 对 以上就是我带大家参观了 对在广州工作 住在火山的对年轻小夫妻的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频道是中国人关注的频道 每日每日的频道 在中国人关注的频道 订阅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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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